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狐 新的月份新的期待新的遊戲 歡迎收看今天的Switch遊戲推薦 今天要來私心推薦的是 1月即將要發售的遊戲 雖然說每年的年初 遊戲的推出量都會很少 大作的推出都要慢慢等到 之後幾個月才會遊戲回溫 不過在沉默的1月裡 我們就可以把目光放到一些獨立遊戲上面 這個月也確實有不少遊戲值得等待喔 這個1月我一共選出了4款遊戲 想要分享給大家 一樣會給出我心中的購買慾望分數 以及排名給大家當作參考 這個月的4款遊戲裡面 有獨立遊戲、有香香遊戲、有大IP遊戲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個1月有哪一些遊戲值得期待的吧 首先是我心目中的第4名 即將於1月6號發售的團戰經理人 伴隨著遊戲的發展 遊戲比賽衍生的電子競技也越來越蓬勃 各位在看電競比賽的時候 除了想過自己能不能當選手之外 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成為經營整個電競團隊的人呢 這款團戰經理人就是可以完成玩家心中這個願望的遊戲 遊戲中我們扮演的就是擁有電競團隊的經理人 並且帶領團隊在比賽中拿下勝利 遊戲中我們可以控制的事情就是安排選手的出場 另外還要根據雙方選手擅長的角色 來做出正確的選角跟Band角 遊戲中的團戰過程是由AI控制的選手來發揮的 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參與其中的 就跟真的比賽一樣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著選手在場上的發揮 只能夠透過日常的努力與調整來想辦法的拿下勝利 遊戲中的比賽過程中有點類似以前玩的LF2 最開始是2對2的比賽 可以選擇角色並且打倒對方 勝利是看拿下多少人投訴 到最後會成長成為4對4的大型賽事 並且遊戲中可以選擇的角色也會變多 就會需要根據每一場的對手 來做出正確的選角與Band角 如果常常看比賽覺得教練團亂Band的 那麼這款遊戲就可以讓你自己嘗試看看 自己到底能不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 遊戲中還會有裝備系統 一些道具都會有幫助選手的能力加成 讓遊戲本體的豐富度變得更高 應該說是讓經理人可以做的事情變得更多了 為了要做出正確的判斷 我們要理解每一個遊戲版本的變化 在遊戲裡理解遊戲 真的是相當特別的一個設計 這款遊戲我對它有很高的好奇 目前給出的購買慾望分數是8分 再來是我心目中的第三名 即將於1月13號發售的《對戰公主》 一群公主站在一起 總是會不自覺的找出最漂亮的那一個 並且目光會聚集在她的身上 而這款遊戲跟我剛剛說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只是剛好想到而已 如果世界被三大魔王給控制著 人們應該要期待誰來拯救我們呢? 是公主吧?沒錯是公主吧?怎麼會是勇者呢? 沒錯各個地方的公主帶著勇者一起趕走了魔王 但是就在大陸的魔王在公主的美貌之下被趕走之後 一位大魔王復活在這個世界上 讓人類再次陷入了被支配的恐懼當中 而這時候那些曾經趕跑魔王的公主們 身上都出現了不可思議的文章 要封印大魔王唯一的辦法就是要集齊這些文章 然而就如剛剛所說的 總是會有一個最漂亮的公主 一群公主是沒有辦法那麼輕易的達成共識的 每個人都想要照著自己的方式做 於是在打倒魔王之前 公主們就要來一場歐派大混戰 而我們要做的就是選一位自己喜歡的公主 開始自己的旅途 遊戲的玩法採用的是橫向的塔防玩法 透過卡牌形式來召喚自己的士兵 每一種士兵都會需要消耗不同的魔力 看來不能夠誰比較香就召喚誰了 在士兵的設計上除了很香這個特點之外 士兵的種類多達50種 並且會有稀有度的差別 分別為普通稀有神秘傳奇 在兵種上也有分成遠中近距離的兵種互相克制 讓遊戲除了香之外 還會需要真的認真的安排軍力 另外在戰鬥後累積的能量表 公主還可以使出專屬技能 這就會根據每個公主不同 有不同的能力了 另外透過不同的公主來玩 也會看到不同的視角的故事 遊戲的進行方式是利用格子來前進的 每一個格子都會有不同的事件 有些需要戰鬥有些可以採買 並且遊戲設計成Rogelite類型的設計 每次開始遊戲的時候 格子的配置以及手上的卡牌都會有所不同 就算重複完同一個公主 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 不過剛剛說的這些系統 都不是這款遊戲的特點 這款遊戲的最大特點就是 在你打倒對方公主的時候 就會出現暴衣圖片 這才是我想要打贏的理由 各位紳士勇者們跟我一起上吧 我目前的購買慾望分數是8分 再來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名 即將於1月13號推出的 《星際冒險家》 如果有一天世界毀滅了 你獨自一個人開著太空船 在宇宙中漂流 你會不會想要幫自己找一個家 啊我很懶啊 所以我還是玩遊戲體驗就好 這款遊戲啊就是一款 讓我這種人可以體驗太空生存的遊戲 我們在太空中漂流 但為了活下去 也為了建立自己能夠舒適生活的地方 我們只能夠不斷的收集物資 並且利用這些物資來製造出更多的設備 為什麼這些漂流的人都懂那麼多 拜託不懂的人早就掰掰了啦 連漂流的機會都沒有 總之我們必須要先在第一個星球當中 利用我們所擁有的科技 來蒐集資源改變地形 讓自己在蒐集的過程中 也能夠確保自己的安全 但因為氧氣設備有限的緣故 一開始能夠去的範圍也會有所限制 透過升級讓自己擴大空間 甚至可以前往下一個星球進行探索 不過真的說起來啊 如果一個人漂流 那還真的有那麼一點孤單 我不想到了太空中還要當邊緣人啊 還好這款遊戲有支援四個人一起漂流 也就是支援多人同樂 可以跟朋友一起在無人的星球當中探索 並且一起建立起基地收集資源 感覺上多人同樂會相當的有趣 不曉得是單純的合作遊戲 還是會有可以陷害隊友的設計存在 雖然說這款遊戲已經有在Steam上推出了 但是這種多人同樂遊戲 總是會莫名的想要用Switch來玩 所以我相當期待這款遊戲的推出 目前的購買慾望分數是9分 最後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即將於1月28號推出的 《寶可夢傳說阿爾宙斯》 寶可夢的歷史啊 可以說是很久了 並且在這漫長的歷史當中 這個IP一直以來都有很高的人氣 一些相關的周邊遊戲啊 也都有很多的支持者 包含了寶可夢卡牌啊 寶可夢的機台啊 寶可夢GO啊 各種寶可夢手遊等等 而這些相關的周邊遊戲 也都建構在一個基礎之上 那就是不斷推出的本傳遊戲 以及這些本傳遊戲的重製 然而這樣的穩定發展 在最近即將迎來了變化 應該說是可能會迎來變化 那就是因為這款寶可夢傳說阿爾宙斯 有別於過去的本傳玩法 這款遊戲取消了 線性冒險的遊戲地圖與劇情 許而代之的是 跟魔物獵人一樣的固定據點設計 並且劇情的呈現方式 也更改為跟魔物獵人類似的 揭取任務 透過完成任務來推進主線劇情 遊戲中我們在接取任務之後 就可以前往野外探索 在探索中可以遇到野外的寶可夢 並且這次並不一定要進入戰鬥 才可以捕獲 更改為可以直接朝寶可夢 丟寶貝球來捕獲 如果沒有捕捉到才會進入到戰鬥 另外野外的寶可夢 也會朝著玩家發動攻擊喔 要是被攻擊到太多次 還會導致玩家的任務失敗 設計上其實真的還蠻魔物獵人的 不過進入到戰鬥之後 保留了寶可夢經典的回合制玩法 在標準的對戰上加入了新的系統 迅疾與鋼猛 透過這兩個能力 可以改變寶可夢的出招順序 或是增加寶可夢的傷害 可以根據對手的不同 來決定這兩個能力的使用 讓遊戲的戰鬥有了更多的變化 雖然說這款遊戲脫離了過去本傳遊戲的設計 但是實際上它的設定 依然是建立在過去的本傳的設定之上的 遊戲的時間背景是過去的神奧地區 在當時被稱為喜翠地區 也呼應了這次重置真傳的這個版本 並且在這裡加入了一些喜翠地區專屬的寶可夢 這些專屬的寶可夢啊 我想在未來也會出現在周邊的遊戲當中 而這也是我說周邊遊戲會有的變化 或許寶可夢將在這裡創立另外一條主線遊戲 歷代寶可夢世界的過去冒險 如果是的話我會相當的期待 不過實際上還是要先看看 這款寶可夢傳說阿爾宙斯的表現到底會如何 我目前給出的購買慾望分數當然是10分 以上就是這個1月我有在期待的遊戲 最近幾個月都會是遊戲圈的淡季 但並不表示2022年會很無聊喔 我在前幾天有分享了2022年 我有在期待的遊戲 有多達15款大作遊戲都要在今年推出 還沒有看過的觀眾可以去看看喔 不曉得這個1月要推出的遊戲中 各位有要玩哪一些遊戲的嗎? 如果這個月沒有要買的遊戲的話 各位這個月又打算要玩哪一些遊戲呢? 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謝謝大家